在今天中午1点钟左右 南京城北热河南路的70多岁的王先生 从医院回到家中 却发现了大门已经被人换了锁 他再往里面一看 床上怎么还躺着两个美女呢 但是怎么喊也不答话 这下可把王先生吓出了一身冷喊 王先生原来住在六楼 后来社区安排他住在了小区的值班室 前几天他换脑梗住进了医院 今天下午啊病愈后准备回家 却发现大门被人换了锁 他请邻居帮忙看看 邻居说 不好床上怎么会有两个美女模样的人 闷着头露着腿睡在一起 可喊了半天无人应答 邻居们说 可能是有两名女子遇害了 我报警就以为是死人是吧 他接着你给的好好的 吓死了 我把下的行囊就跳了 接到报警的二板桥派出所民警 很快赶到了现场 他们打开门锁 取来竹竿小心翼翼的 跳开床上的白布 一看睡在床上的两位美女 竟然是两具硅胶女模特 原来是异常虚惊 那么究竟是什么人 撬开王先生家的房门 怎么还换了别人的锁 目前警方正在做进一步调查 不管怎么样 这样的恶作剧可是要不得